猎春挑战东亚前蝎 这两只毒虫到底谁能赢 今天康康带大家安排 这是康康养的一只白斑猎春 此时他正在饲养盒里边溜达呢 给猎春一个近景拍摄 好话不多说 康康拿来一只东亚前蝎 这只蝎子活性好 大家注意看他的伪针特别锋利 好康康打开盒盖 直接放入东亚前蝎 蝎子靠近猎春 猎春发现了蝎子 突然猎春发起攻击 扑了上去 猎春和蝎子打在了一起 双方迅速分开 不知道这一波谁吃亏了 我们慢镜头看一下 猎春刚才是怎么发起攻击的 好我们拉回画面 东亚前蝎转了一圈 又在靠近猎春 大家注意看 蝎子的状态不太对劲 好像是中了毒 猎春可不管这么多 直接扑了上去 猎春试图控制蝎子的尾巴 这战斗意识还是挺强的 但是蝎子虽然中毒 却依旧在强力反抗 突然猎春的口气再次刺向蝎子 康康再次慢放 大家注意看 猎春站起来 猛地往前扑 然后口气刺入蝎子身体 就跟打针一样 猎春的口气刺入蝎子的身体 然后注射毒液 蝎子基本上完了 刚才的回放 就是猎春的捕食方式 蝎子还在挣扎 但是应该是徒劳的 东亚前蝎的尾针 还在一次一次的刺出 但是猎春的身体特别坚硬 养过的朋友们都知道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蝎子体内的毒慢慢在发作 蝎子的反击也渐渐到了尾声 最后蝎子就不怎么动了 成了猎春的大餐 最终这两只独虫之战 猎春取胜 大家好 我是康康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